大家好,我是云菲 给大家推荐一款CPU Ryzen APU 这是你没有用过的传新版本 广告打载好不如麦克玩一玩 只要三分钟你就会像我一样爱上这款APU 有点傻屁 很弱 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测试一下全新的Ryzen APU 我们这次要测试的APU是Ryzen 5 2400G 以及Ryzen 3 2200G 测试平台的主板是技嘉AB350N GAMING WIFI 内存我们使用了16G双通道的芝奇Flare-X3200C14 这个内存是属于AMD的兼容条 而散热器我们采用了九州风神的玄冰四板 咱们先来看一下两颗CPU的规格 Ryzen 3 2200G是四核四线程的设计 基础频率3.5G 单核最高3.7G 其规格与1300X相近 但是三级缓存从8M被砍到了4M R3 2200G的核显是RX Vega 8 有8组CU 一共512个流处理器 核心加速频率实测可以达到1100M 可以设置最大2G显存 R5 2400G则是四核8线程的设计 基础频率3.6G 单核最高3.9G 它的规格和R5 1500X差不多 但是三级缓存则削得更猛了 从1500X的16M被砍到了与R3 2200G相同的4M R5 2400G的核显是RX Vega 11 一共有11组CU 704个流处理器 核心加速频率实测为1240M 而显存同样可以最大设置为2G 说完规格了我们就来跑一下测试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CPU部分的测试 在测试C4D渲染性能的Cinebench R15中 R3 2200G的表现和R3 1300X可以说是完全相同 而R5 2400G的CPU性能 则和R5 1500X同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再来看一下CPU-Z CPU-Z的测试同样没有体现出差距 不过由于加速频率比较低 所以R2200G的分数经过几次测试 都略低于同规格的1300X 在传统的多核项目国际相机中 R3 2200G的表现与R3 1300X相当 而R5 2400G则要优于R5 1500X 而在注重单核性能的SuperPi中 两颗APU均输给了1300X以及1500X 在3D渲染测试V-Ray Benchmark中 由于R5 2400G在三级缓存上的劣势 它的成绩远远不如R5 1500X 而R3 2200G的表现则和R3 1300X比较接近 在比较注重内存性能的Win IR解压测试中 R5 2400G同样是因为L3缓存上的劣势 要稍弱于R5 1500X 不过R3 2200G的表现还算不错 接着我们测试了3DMark的物理得分 这一部分考察的是CPU本身的游戏性能 和核显是没什么关系的 在Time Spy的物理测试中 1500X和1300X的表现均要优于同规格的APU 而Fire Strike的物理分测试同样如此 从上面的CPU测试结果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R3 2200G以及R5 2400G这两颗APU的CPU部分 相比1300X和1500X并没有什么改进 反而由于L3的削弱以及较低的加速频率 使得它们的性能在某些测试中受到了一定影响 总体上来说这次Ryzen APU的CPU部分和初代Ryzen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显卡部分的测试吧 我们来看一下Vega 8以及Vega 11 这两颗新核显的表现究竟如何 在基于DX12的Timespy图形测试中 R5 2400G内置的RX Vega 11成绩优于1030 而2200G内置的RX Vega 8则略低于1030 两者的表现均远远超过了牙膏厂的UHD 630 由于N卡在DX11下更加得势 因此Fire Strike中1030与Vega 11的差距缩小了一些 而牙膏厂的UHD 630在AMD的APU面前可以说是被吊着打了 在UniGene的全新Benchmark项目Super Position中 Vega 11的表现要稍微落后于GT1030 而Vega 8则稍逊一筹 除了跑分之外我们还测试了几个实际游戏 比如在GTA 5中我们采用了1080P最高画质 0AA关闭进阶选项的设定 Vega 8与Vega 11表现出色 相比1030有15%左右的优势 而对比UHD 630更是翻了个倍 在热门FPS游戏开箱精英中 Vega 11继续保持领先 Vega 8则是略微落后于1030 而UHD 630就只能勉强保持流畅了 要想真正唱完CSGO 每个100帧以上可真的不行 而在即将登陆PC的最终幻想15 Benchmark中 虽然四款显卡均未能满足流畅运行的最低要求 但是Vega 11仍然保持了领先 略微强于1030 不过在刺客信条起源中 Vega 8和Vega 11的表现就很一般了 尤其是Vega 11的掉帧现象非常严重 首先这是因为刺客信条起源是一款比较吃CPU的游戏 而CPU占用了较多的TDP之后 核显的资源就比较紧缺了 此外起源对于显存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 两颗使用了DDR4内存作为显存的Vega核显 显然是比不过使用GDDR5显存的1030的 当然了 这个时候的UHD630早就已经稀稀税了 而在古墓令崛起中 Vega 11与1030的表现完全相同 而Vega 8则要稍逊一些 在传统大作巫师3中 Vega 11的表现接近1030 而Vega 8则是勉勉强强达到了30帧的及格线 不过当我们测试绝地求生的时候 这个游戏的AH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无论是平均帧还是最低帧的表现 1030均远远地高于Vega 11和Vega 8 并且Vega 11在游戏的过程中 还出现了不正常的调帧 相信这个和驱动优化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需要AMD和蓝洞共同解决 那么通过上面的游戏测试可以看出来 Vega 8和Vega 11这两枚核显 基本可以达到GT1030级别的性能 相比Intel的UHD 630来说显然领先了很多 不过目前的APU驱动还有优化的余地 毕竟A卡占未来嘛 温度方面 两枚APU的满载温度要高于没有核显的R3和R5 这个首先是因为多了一个核显臭 多了一个热源 其次是因为这一次的APU内部使用的是硅脂 而不是千焊导热 肯定有人要问AMD是不是学坏了 开始学牙膏厂 卖硅脂了 倒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之前的APU其实一直都是硅脂散热的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对CPU和GPU同时进行双烤的时候 核心温度并没有增加太多 取而代之的是显卡的部分会出现一些降频 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我们再来看功耗 从烤机时候的功耗可以看出Vega 8的功耗还是非常低的 232200G的平台功耗甚至要低于1300X加1030 但Vega 11的功耗就要略高于1030了 因此2400G加Vega 11的总功耗其实是要比1500X加1030更高一些的 我之前说了 CPU和GPU同时满载的时候 我们的核显会因为TTP的争夺而降频 我以252400G为例 在我们只运行31mark Firestrike的时候 GPU的频率可以维持在最高的1240M 但当我们加入了FPU开始双烤之后 GPU的频率就降到了1133M 看起来是撞了TPP墙了 R3 2200G同样会有这样的降频机制 GPU会从1100M降频到1033M 所幸这样的降频幅度还算能让人接受吧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试了一下超频 首先是对CPU部分进行超频 最终我们超到了4.0G 电压1.45V 那么这个超频潜力简直跟初代Ryzen一模一样 那我们已经可以确定 这一次的制造工艺并没有什么变化了 超完频的R5 2400G 可以在setbench 25中跑出880分的成绩 接近i7 6700了 除了CPU部分之外 我们也对核显部分进行了超频 这一次的核显是真的非常能超 我们直接从1240Mbps超到了1640Mbps 真正多了400Mbps的频率 但是很可惜 最终的测试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超频之后的提升幅度非常有限 那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因为显存已经出现了瓶颈 即便我核心再往上超也没有什么用了 毕竟咱们是拿DDR4内存当成显存来用的 我也只能希望之后的Ryzen能改进一下内存控制器的设计 如果能够用上4000加的高频条 对于核显来说显然是非常有用的 通过我们今天的测试可以看出来 这两颗Ryzen APU它的CPU性能部分 大致相当于初代Ryzen的同规格水平 它的GPU方面Ryzen5 2400G的GPU 基本上是接近GT1030 而Ryzen3 2200G的GPU 则要稍微弱那么一些 这两颗GPU应对一些网游是没啥问题的 不过对付一些大型游戏可能就比较吃力了 这样一个性能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但是 但是我们注意一点 Ryzen5 2400G的首发售价是1299元 Ryzen3 2200G的首发售价甚至只有779元 这两个价格都比同规格的初代Ryzen CPU更加便宜 也就是说 确实是买了一颗R5 送了一个RX550的独显这种性质 这样一个性价比就相当的突出了 尤其是对于一些觉得现在显卡价格太贵 而想要观望观望的玩家来说 这两颗APU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短评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妨点一个顶或者收藏一下 或者关注我们的频道 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以及淘宝店铺极客湾电脑超市 还有微博账号极客湾官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